喜歡遊戲的玩家通常也是動漫的愛好者 所以要掏空這些玩家們的合報的話 最好的方法就是兩者都通吃喔 像 Capcom 公司就是看準了這一點 將龍族交易以及烙印勇士 兩者來個異業結盟 當然玩家們就只好乖乖的掏出錢來支持他們啦 Capcom 公司自從《魔物獵人》系列大賣座後 就很喜歡開發這種 糾團打砍怪的動作冒險遊戲 而日前全力開發中的《龍族交易》 更是玩家期待排行榜的第二名作品 可見這款遊戲多受矚目 《龍族交易》標榜更逼真的戰鬥場面 玩家能在無接縫的超廣大遊戲世界進行探索 並且面對比自己大上數十倍的魔物 還能爬到魔物身上伺機給予致命一擊 強烈的動作要素是以往遊戲難得一見 而《龍族交易》遊戲厚重的世界觀 剛好跟日本漫畫家三浦劍太郎所創作 累積銷售破3千3百萬本的漫畫 《烙印勇士》非常契合 剛好《烙印勇士》今年初 將上映最新劇場版電影 因此Capcom 宣布與華納電影合作 在《龍族交易》遊戲裡收錄了《烙印勇士》劇場版中 登場的武器與防具讓玩家使用 又是另一個漫畫與動漫畫產品的跨接合作 相當值得期待喔